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宇宙盛 田匪帶來歡迎我們這一位 他們家 大家都很喜歡做料理的 陳其師姐 你好 陳其師姐 你好 大海台前面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這個是可愛的孩子 他從這個還沒有結婚 就已經開始是 愛上素食 對不對 那這樣子一路走過來 全家都會受到你的影響 多少都會對不對 但是你會做菜 應該受到媽媽的影響 媽媽 外婆 婆婆 我師兄也很會煮菜 但是你良家的媽媽 可是從小就讓你淺移默化 知道要怎麼樣做好吃的料理 媽媽做一道菜我就會想 回來就會自己模仿去做看 然後不管是人家做什麼婚食 你都可以想辦法去把它變素的 對不對 厲害 今天我們淺移茲也要教大家做一個 特別的點心 那這個點心叫什麼 蓮藕QQ餃 蓮藕QQ餃 這個就很特別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蓮藕QQ餃 要準備什麼樣的材料跟調味料 蓮藕QQ餃 材料有蓮藕粉拌杯 地瓜粉拌杯 塑造 銅筍一汁 乾香菇三朵 鮮香菇一朵 嫩薑絲適量 麵粉少許 調味料有咖哩粉三匙 鹽 糖四匙 湯料有味噌兩匙 紅麴醬一匙 嫩薑絲適量 金針菇 美白菇 大陸美 高麗菜 芹菜 我們看這個材料 感覺上它還滿有傳統味道的 對不對 對 那現在你要先處理哪一樣呢 香菇 好 來 好 我們要把那個香菇 給它切丁丁 是不是 然後這個是新鮮香菇 然後還要乾香菇嗎 對 搖一點 因為新鮮香菇會比較甜 對 那香菇的話是下去爆香 它會比較香 比較香 對 因為我們的餃子 就是要讓它裡面會鮮甜 然後要有香氣 妳這是在哪裡學的 我是在那個食譜上看這個 就是看到我是客家三角丸子 然後它是用泰白粉 那我覺得說 有聽說泰白粉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想說自己把它改成 用蓮藕粉加那個蓮藕粉 本來是試了用蓮藕粉 但是太Q了 所以在網路上又看到它是 有加地瓜粉 所以我自己在想說用一下地瓜粉 對 妳聰明耶 真的 好 這個也要切對不對 聰明耶 那就是說這個餡料呢 都是把它切丁丁 然後再放一點點這個薑 嫩薑 所以妳們家裡面 妳的媽媽 婆婆 外婆 師兄 連妳們家女兒都開始 都開始喜歡做料理 對 我大女兒會自己煮菜 她很喜歡擺盤 喜歡擺飾是不是 對…她很喜歡 好 因為我家小女兒都有 就是看我在煮菜 她都會…我要幫忙… 那妳也讓她那麼做 對 就看時間上 如果她就是有時間的話 我就讓她幫忙 慢慢來 好 然後現在要炒 炒這個餡料了 來 就讓它很快 它就有這個香氣了 有香氣的味道 是… 我們再放一下那個… 新鮮的 新鮮的 再一起放下去炒 對 來 好 再來這個就是我們的酥燥了 對 對不對 這個小麵很Q 所以裡面要有一點油脂 有一點這種酥肉燥 它的香氣才會出 比較好對不對 這個嫩薑反而是最後再放 其實妳想的時候 常常就是說 妳的媽媽 她非常會變化料理是不是 對 娘家媽媽 這樣算是家裡沒什麼吃的 她都可以做出好吃的東西 對 我媽媽都會自己看完 像我今天要煮的那個味噌湯 也替媽媽去參加就是 人家一般法會 然後有叫那個做 她自己做的那個味噌湯 好… 她就自己學回來 那我剛好離開 她吃一吃 她自己就會感覺到怎麼做 然後回來就會做 對 好厲害耶 試試看 妳就怎樣調 會調出那個味道 所以有的時候燒菜是不是 妳是不是覺得要有一點甜粉 對 對不對 咖哩粉 咖哩粉 在這裡 居然加一點咖哩粉 對 對 這樣 這個好了是嗎 好 然後就要來換那個 要來做那個皮了 好…這個餅皮要怎麼做呢 準備一個大波 大波交給妳 我們先把粉先倒 壁瓜粉跟蓮藕粉倒進來把它磨細 這個比例有沒有算 我是用 大概兩米杯的各二分之一 那就是一比一 對 一比一… 好… 然後就要壓細 因為那個蓮藕粉有顆粒 對不對 對 這個蓮藕粉要把它充分壓到很細嗎 這樣揉起來會比較快 它不會一塊一塊 不要像這麼大片 不要帶大片 盡量細就對了 對 對不對 我還聽說一個笑話 說妳在小的時候 媽媽做的菜非常的好吃 可是呢 讓妳有一次為了跟媽媽賭氣 可是呢 怎麼賭妳都賭不過媽媽燒菜的香味 這是一個什麼事情啊 好好玩喔 如果我已經忘記什麼事情 那我就是跟媽媽… 我就自己躲在房間裡 動嘴是不是 跟媽媽生氣 生氣很有骨氣喔 把自己躲在… 關在房間裡面喔 對 結果呢 媽媽知道我這樣 她就故意那一天 就煮很好吃的菜 非常的香 那妳就聞到那個香味以後 妳就跑出來說 是不是可以 她就…媽媽就說 可以吃飯了 然後我就自己出來吃飯了 看妳多有骨氣是不是 好 應該是可以的 可以了 好 然後呢 現在我們來怎麼做呢 好 妳需要什麼 這個是另外準備的一份 是不是 然後要一點開水 到多少 妳那個是多少 四分之一杯 好 四分之一杯 妳那邊粉是多少 也是四分之一杯 好 一樣 一比一對不對 好 一起倒下去 倒在鍋子裡面 對 妳先把它攪拌 那個就是… 果母 果母 果母這個真的是… 這叫做… 多切 對 多切 好快調勻 濃濃的 然後呢 再來打開瓦斯 這時候才要開瓦斯 對 開是大火還是小火 開小小的火 對 讓它慢慢煮是不是 對 因為其實那個會煮得變粘稠狀 對 更黏 好 更黏一點 馬上就結團 好 這個是也是要按照比例 這個整個的 今天的這個粉料 跟這個果母的比例 是一定要的 好 所以大家我們就照這個比例 然後妳自己再增加 好不好 好 就是妳要做多做少 妳就自己再來增加 好 我們來就要開始來捏麵糰了 就這樣慢慢慢慢的 然後媽媽 加一點冷開水 好這個時候加一點點冷開水 對我們先揉一下 然後 加多少妳要告訴我呢 就慢慢加 加到它揉成就是 這些粉就均勻 好 現在不要急 一點一點的加 所以其實 妳剛剛開始 單用麵糰粉不行 是可以做的 但是起來的皮會比較 太Q了 對 後來就是聽媽媽還是建議說 用低瓜粉 那因為我們要讓它 我婆婆還有媽媽都說 妳為什麼不加那個糯米粉 對 因為我們要讓它 有一點體透 所以如果你加了這些東西 它就會變成霧霧的 不透明 對 不透明 對 所以我才想說 不要加那個東西 不要加那個糯米粉 對 不然它應該會 比較軟一點 你看 也真的很有嘗試的精神 好 就是這樣慢慢的加 慢慢的揉 把它揉成團 對不對 對 像我們有一次 只用蓮藕粉 然後就是那個水加太多了 然後整個 整個沒辦法搓成團 那 綿綿的 那也沒辦法包 那就變成米醬 綿藕醬 對不對 糊糊的 糊糊的 然後都會沾手 好 對 然後 就變成那個 像那個醬糊一樣 黏黏這樣 要怎麼辦 那妹妹看到的時候就說 說什麼 這樣我來把它捏成一塊一塊 放在水裡面把它煮熟 然後沙茶醬醬油吃 對 美妹那麼聰明 對 它變成像麵疙瘩一樣嗎 對… 綿藕粉麵疙瘩 對 然後起來還滿好吃的 QQ的 對 然後我跟妹妹說 我們有那個素肉燥 那這樣都沒有味道 對 那你可以把它拌那個素肉燥 放在一起 很像你在一起下去煮 然後起來 再拌沙茶醬油 整盤這樣大家吃光光 所以說小朋友很厲害 他竟然可以告訴我們說 把失敗的東西 他哪來變化成另外一樣東西 對 現在我們把這個粉團捏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包了 好 現在你看那個麵糰 這個蓮藕麵糰揉得多漂亮 過程當中還加一點點的油 對 好 然後我們就要來包了 那這個餡料呢 剛炒的時候沒有放麵粉 然後也可以趁熱的時候 再灰一點麵粉進去 對 所以要讓它有一點黏 有一點黏 比較好包 是 好 來 現在看怎麼包呢 就像做 就像包水餃一樣 對不對 先把它切一小段一小段 來 看怎麼要一個包法 你要在旁邊混一下 我每次都要包一個迷你的 為什麼呢 我自己吃 所以也不用擀麵棍 就是這樣用手捏是不是 對 那旁邊要盡量薄一點 因為等一下結合起來會兩層 會厚厚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再包些料 好 好 好 我只會捏小小的 因為這個我等一下自己吃 好 然後呢 然後加一點餡料 把它包起來 所以你們家小朋友可以幫忙 對啊 是包這種的 對 好厲害 我太貪心了 所以形狀自己隨便自己決定 是不是 對 好有趣喔 你這個叫四角形 你這樣很好玩耶 那我們其實也不妨在家試試看 不過這個是一個親子樂趣 好耶 那現在水滾了 我們等一下就來煮 好 要加一點油 哪裡就是 加一點油 為什麼要加油 這樣比較亮 還會比較亮喔 對 那這個要煮多久時間 煮到 像這樣水餃 浮起來就熟了 那這個呢 可能再加兩次水比較好 像水餃 你要兩次水會比較好一點 好 這個要加一點點水 然後等它再煮滾 然後再加一次水 再煮滾 就好了 對 它會變透明嗎 要泡在那個冷水裡面 漂亮的時候 你看現在那個邊邊 會有一點半透明 好… 對 它泡水越久的話 它會越透明 就是你把它煮好撈起來 要泡在冷水裡面 對… 它就會變透明 對 就是比較漂亮 它才會變透明 這樣喔 對 像這種的餃子 它容易變韻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煮那個湯 把它放在那個湯裡面 對 好 那現在那個算好了 對 所以這邊準備了一碗冷水 對 要放進去了 對不對 好 現在我們看它是這樣 叫做蓮藕色 粉粉的顏色 還滿漂亮的 好 然後呢 這個就放在裡面等它涼 對 是不是 OK 那我們就要來做湯了 對 那湯的材料呢 就是看我們自己的喜歡 但是你有要特調一個什麼 叫做 紅麴味噌湯 好 紅麴味噌湯 來 需要我們開水 好 就是我們現在就是水還沒有滾之前 先把味噌放進去 也可以自己先和勻以後 就是我們還沒加熱之前 也可以自己先和勻 再下去加熱 最主要加熱是要先熬一下 讓那個味噌的香氣出來 味噌的味道出來以後 讓我們再加紅麴味噌 也是一點點 讓它提味道就好了 是不是 讓它湯變成 變粉紅色的湯 好 然後其他的材料再放下去 對 然後現在這個就可以放高麗菜 聞到香氣 再來菇 這些菇很快就熟了 就熟了是不是 對 然後我們才來放其他的 對 然後這個薑 薑 有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菜 好 放下去煮 餓了 餓了 好耶 這樣 好 然後呢 最後要吃的時候 芹菜豬放一點 所以這個就來一口吧 湯 湯 我發覺 我發覺這個是一個非常浪漫的 很浪漫的感覺 對不對 淡淡的粉紅色 而且你還特別要用那個紅麴 讓它整個湯頭也變得比較淡粉色 然後再來 我好愛這個 蓮藕QQ水晶餃 很有嚼勁 所以才叫QQ腳 真的QQ的 軟軟QQ的 感覺…什麼感覺你知道嗎 感覺什麼 吃了 不錯… 真的很好吃 很特別 我感恩 謝謝 蓮藕QQ腳 做法是香菇 筍切小丁 起油鍋放入乾香菇爆香 再放入鮮香菇 筍 塑造 薑 拌炒 並且用糖 咖喱粉調味 起鍋就成為餡料來備用 在乾鍋中倒入四分之一杯兩米杯的水 再放入相同比例的地瓜粉 邊加熱邊攪拌成為粘稠狀 接著起鍋 與壓成細粉狀的蓮藕粉 和地瓜粉攪拌均勻 再加入適量的水和油 揉製成團 取適量的麵團包入餡料 再放入加了少許油的滾水中煮熟 起鍋之後漂涼 在滾水中放入味噌 紅菊醬 煮至香味飄出 再放入其餘的湯料續煮至熟 食用的時候把蓮藕絞 放入湯料中就可以了 有些食用的水中煮熟 有些食用的水中煮熟 因為我先生不喜歡 我也是說他在報親 所以我們團隊用吃熟 吃熟後,他的湯粉就比較溫暖 我們分財嬌小的麗玉師姐 去跟我們那個高大魁梧的警察 我們的師兄們勸素食,對不對 這個要請警察師兄們吃素不容易 你用什麼方法 就是在警察節 我們有準備那個事食 想念去跟他們節約 對 一定是很好吃,對吧 所以他也吃得很好吃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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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又很懷念 又懷念 對 我們的素心色香味都祭全 所以要先讓他們吃好吃的料 對 對 現在他們主動要求要吃素食 對 就是這個營養 在2011年11月份 11月份開始 他們說每個星期 一天都用拜託再吃素食 這麼好 對 這個其實也是這幾年下來 慢慢耕耘慢慢耕耘 對不對 對 有這樣的成果就真的很開心 但是你自己吃素食 是為了獨地藏經 對 就是那個目見面 要求媽媽 媽媽 對 來人的經理 他說 生死月圓 果報要自己收 在生的時候 他都吃魚 對 都是吃小吃魚 對 所以吃很多 所以往生以後 他就下距離瀉苦 是 所以幾年我們看到 看到我也很怕 所以我就開始 吃小吃肉 我吃了 因為我們先生喜歡吃 所以我就開始了 慢慢漸進的方式 對 對 最後是用什麼方式 讓你的先生同意 你最熟悉 就是我爸爸 九十年 十歲 我們也是說 他就要報親恩 所以 我們就 全家 都吃素 對 你用這個因緣 是 就跟我們先生 幫他勸說 因為那時候已經有糖分 對 血糖高了 對 已經有糖分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因緣 幫他勸說 吃素之道 對他也很好吃 對 也感到我們 兒子和師父的難同 他們支持你 對,他支持 對 結果 我們就都 開始我們 全家都吃素 所以那個時候 你們家師兄 沒有再反對了 對 他就沒有再反對 結果他現在身體 調整得如何 吃素後 他的糖分 就比較溫定 是 他進入醫院 比較少 所以說你看 他不只是對了身體好 而且是向你到警察局去推廣的 也是對我們的環境好 對不對 對 所以這真的是 最好的利益 就是自己吃素 對 我們要健康 健康 要愛上地球 好 感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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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